其实现在大家都说 连议会民进党团的总召都说 如果小英三请林佳龙初选 如果林佳龙再不点头 就太矫情了 那不知道宇少老师 你认为现在这一次林佳龙 就是真的点头同意 迎战火友谊 代表着党内的那些所谓派系 或其他不同的声音 真的已经都会平息吗 对这刚好是两党 在提名过程之中最佳的对照组 因为两个政党的政治DNA 跟政治文化截然不同 为什么民进党基本上 可以在纷扰 或是说在一片的讨论之中 最后以喜剧落幕 而国民党到现在 芳心为爱 连高雄看起来有提名人 然后桃园有提名人 但是离心离德 到现在一段 心结依旧还是存在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 我们说两党主席 有没有自己的意志 有没有自己的规划 当然有 而且蔡英文 基本上还要面临后蔡英文时期 民进党下一个世代 或是未来的总统 甚至权力的布局 所以他的心思一定有 但朱立伦也有 因为朱立伦要仰功仰望 2024 但是你可以比的是什么 拿你的诚心跟你的耐心 想办法用制高点 政治的制高点 去化解 去沟通 去对话 这是第一点 朱立伦好像一副就是硬上 虽然我说过这两个主席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但整个过程之中 朱立伦给他感觉 就是非谁不要 民调高的也不要 好像就只有我的人选 基本上硬上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比较 两党主席的差别 政治高度跟政治沟通能力 显然民进党略胜一筹 第二个 两个党都有选对会跟选册会 国民党都要选册会 民进党的选对会 在整个穿针引擎的过程之中 绝对符合派系共治的想法 什么意思 派系要共同努力与富 派系当有自己版图扩张的考量 民进党派系共治 基本上可以再强调实力原则 选票最大化 也要顾及派系之间的 友善互动的关系 没有赢者全拿这道理的 而国民党的选册为什么 朱立伦说了算 然后能力不见得很强的人 就是傅宽奇或是黄建廷 他们在操盘 操盘了半天 基本上开完会的结论 就是决定现在是什么开会 而且团结了议长 结果搞了半天 议长又是一伙的 议长 议长 联谊会 你这个跟选册会互相嗆瞎 所以第二个差别在这里 第三个差别在哪里 名单出来之后 国民党基本上 当面都说要团结 但是到现在为止 张善政确诊之前 议长怎么样 就是没有办法合体 然后议员跟立委 基本上就离心离德 我会给大家观察 明讲最有趣的地方 我以新北市为例 虽然民进党在新北市 有九席立委 而且有二十几个 二三十个议员 如果只是各自为战 或是观望 像看国民党在国共内在一样 互不支援 希望你最好被歼灭 下次我取而代之 那么这场选战 虽然侯友离深陷争议 但是除了需要一个领头羊 有一个市长级 有一个当过部长级的人 在议题之中 在组织之中 扮演议题的创造者 扮演政见的发贷者 扮演什么呢 组织的口套者 这就是国民党 忘之莫及的 主要我说的地方是 在新北市 民进党摆明了 打的叫什么 团体战跟整体战 很难再看到 国民党在见风插身说 那个派系跟那个派系之间 我相信下礼拜 中职会正次提名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 派系基本上 平常虽然有许多文化交流 彼此互相指教 但是人选出来之后 一致性通通唯一支持 这就是民进党DNA 国民党现阶段 最后问题是什么 提了名 真的有人愿意 真心扛教吗 第二个是 没有提名的地方 到现在争执不断 所以我说 两个党最大差别是什么 民进党派系公司 有事情可以妥协 甚至有事情 可以共同共治来讨论 国民党永远都是 由上而下 完完全全忽略了 几缠跟不同意见的力量 以为朱立仁可以什么 指手遮天 现在也因为林佳龙的一个出现 蓝营开始炮火锁定 直接就说 不要把新北当备胎 像叶元智就说 民进党根本不重视新北的市民 随便找了一个 而且用随便两个字 找了一个对新北没有热忱 不想当市长的人来选 林佳龙为了政治利益 放弃尊严 新北像是捡人家的剩菜剩饭 真是剃到林感到丢脸 国民党的洪梦凯也说 林再得不到蔡英文总统的官员 之后才转战新北 把四百万人民的新北是当什么 新北不应该是 林的毛虎虎虎虎的次等选举 别把新北当北台 永宏面对于蓝营这样子的一个攻击 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半年前或是一年前 林佳龙就说我要来选新北 我相信同样这批人也会讲出同样的话语 类似的话语 只是论述方式不一样 如果是半年前他们会说 民进党是不是当新北市都没有人了 为什么要派一个林佳龙 没有带过新北市的人来 或者说林佳龙是不是这个选输了 然后部长又辞掉了 得不到关爱的眼神 所以才来新北市 我一直说你要见缝插针 这些话语在任何时刻都会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更凸显出什么 就凸显出这个时机点 然后小英跟佳龙以及包括文灿这些 学运世代人做了这个决定 是最好的时间点 为什么我解释给大家 第一个小英自投自伪 小英总统都希望林佳龙来出战新北 因为新北有它的高度 新北有它的格局 新北有它的重要性 我待会补充 所以小英从头到尾 很多当这个竞争的过程 外面会有一些传话 有一些不友善的等等 那都没有关系 小英自始至伪都希望林佳龙 至少我们在这几天的 这个平时的报道会看到 有的说六度 有的说十度 其实为什么 六跟十差别在哪里 因为还有包括在选对会后的会议 这个办公室做一下 所以在中间小英没有放弃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林佳龙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 他说他会愿意接受 很重要是因为在半年前 乃至于在更久之前 新北市并不是没有 Qualify的人 包括罗智政也好 包括苏巧惠也好 包括甚至乃至于何博文也好 就新北市有非常多Qualify的人 那么佳龙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那如果有在地要争取的 当然他也磨练过 让人家来磨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你会说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北 因为台北诚实中 自始至终都没有 表达很强烈说 我一定要选台北市 所以林佳龙对于他对台湾的 这个责任感 他觉得好 那我来占台北市 同样的 这个时机点就是 当所有传闻中的人都不想选 包括潘梦安都不想选 而新北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有四百万的人口 然后他基本上是包着台北市 所以这个重中之重的地方 然后侯友宜又在恩恩之前 仿佛是一个超级完美 这个无懈可及 铜墙铁壁的 所以民进党确实需要一个 有战力的人 而在这半年之间 每一次的民调 林佳龙都是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半年前出来坦白讲 那他会得到的批评 就包括国民党 刚刚说我念过这些人 就会用那种方式说 你看我们新北又不是没人 为什么你要派这个 那他现在怎么样去化解 这样的质疑呢 好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说因为这个时机最重要 那看起来陈时中也确实 很明确要选台北市了 那么他就必须要为党来承担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时机点 对于现在来决定 虽然说有点慢了 这个慢是整个民党时程慢 但是我觉得还好 第二个部分 就第一个时机成熟 第二个部分是说 你说林佳龙的这个台北市 转到新北市 这中间的差异 包括说他已经提了 首都的十二门愿景 我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这个愿景 不是在去年 乃至于今年 他为了选台北市长才提出 去年台湾智库 二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 研究一个东西 叫做2032计划 2032什么 2032已经不是后小英时代 2032是小英之后 又有两任的总统之后 结束2032 那时候我们之后就已经在规划说 我们要把眼光放得很远 那个包括什么 2032前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的事情 是从整个台湾 国土规划的角度 所以你的双北地区 包括北北基要怎么处理 你的桃竹苗要怎么处理 包括交通 包括流域的整治 所以这会林佳龙很快 决定要选台北的时候 他把十二门客端出来 同样的我们如果去看 他这十二门客里面 已经端出来的菜 我跟各位报告 每一项都跟新北市有关 比方说交通路网的建立 交通路网的建立 捷运路网的建立 Mr.B&B的建立 包括iBike等等 都不会只有台北市 他甚至已经延伸到了基隆 这是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所处理的 包括他所说的这个流域的治理 台北市 应该说大台北地区 有几条主要的河 基隆河 淡水河 新电溪 都流经过台北 流经过新北 那这个流域的治理 也在我们原来的规划中 林家王规划中 再来文化跟观光的治理 也是要包括到双北 就包括台北跟新北 包括国际关系 都把它放进来 去做这样架构 所以我觉得 新北市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新北市这几年 其实都是院长的格局 朱立伦去选 苏贞昌去选 游席坤去选 当然还包括蔡英文去选 那现在侯友宜也觉得 他未来可以选总统 如果不是恩恩案的话 所以新北市的格局是够大的 他必须要一个有战力的人 而且极战力的人 这个人林家王刚好做过台中市 台中市的这个城乡差距 服务员广大跟新北市 刚好是很类似的 第二个林家王做过交通部长 所以他到新北 我不觉得说什么 你剩下这几个月 你来得及跑完所有新北 自然他在交通部的时候 就跑了新北非常多的地方 为了交通建设 不管是公路也好 铁道也好 捷运也好 最后我要讲就是说 新北市有资格成为 台湾的最大的国际城市 是因为以前新北没有这个机会 还有这几年做新北市长的人 没有这个格局 侯友宜就没这个格局吗 他根本讲不出这些 新北值得更好 那当然林家王是一个 我觉得是最好的人选 是那到底侯友宜 怎么样应战林家龙呢 那屠龙到底是有成 还是抓侯有成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